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铜螺 大家有去過嗎 有齁 好像很少人去過 没关系 我来稍微介绍一下铜螺 铜螺一年会下两次雪 就是 对对对 四月的油桶花 然后十二月我们是 航菊季 都是白茫茫一片 所以铜螺是一个 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也是浅山 浅山的环境 那 我其实不是铜螺人 就是因为 我之前有一个环岛之后 所以就比较喜欢苗栗这一块 那今天就是 分享一下我的 我觉得每次的分享就是 整理自己的历程 然后今天也很特别 可以用嘴巴来种东西这样 好 那 可以 今天要做的是这个啦 知道吗 就是用稻草 搓的一个绳子 我想因为大家 很多人都看过 吃过稻米 但是很少 很少接触稻草这样 那 稻草其实在以前 过去是一个很 嗯 就是大家都会拿来用的东西 但我们现在都忘记这样 好 那我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农夫 我是 我是就是学影像设计的 然后 然后那时候其实 就是看了一本书 叫做不去会死 他就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然后他就是 花了七年的时间 在还 还 全世界 然后他 他觉得就是 生命 生命就是 可贵 所以要去寻找自己 所以今天 呃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也是想要表达给大家的 就是 第一个就是 也是我今天 想要带给大家 就是我们能够为环境做点什么 就是 这很值得思考 然后第二个就是 在 有限的 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做出 无限的自己吗 这样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 就是这个种田的过程中 有一句非常感受的话 就是 宁愿身体脏 不愿土地坏 就是身体脏了 我们可以洗个澡 休息一下就好 但是土地坏了 什么叫土地坏 知道吗 就是当一块田 对 就是他种的时候 都会一直生病 他就是 他种不出一个好东西 那他 他这个土地就 就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 加了太多的化学肥料 这样 那我们就是 我在 那个环岛的过程中 就是 接受到 不要用这些药 还可以把 一个健康的食物 好好成长 我一开始 在台湾环岛 因为我刚刚说 就是在那个 石田玉浦 他去了 环游世界 然后七年 然后他 他决定要 找寻自己 那我蛮受他的启发 所以我退伍后 我就想说 在 就业之前 做一些 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去 我去还台这样 那时候我就带了 五万块钱 然后 大概还了 两三年 最后我还有 五万块这样 当然我不是没花钱 然后我其实 就是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是用换工的方式 就是去 不管是原住民部落 还是农场 去换工 然后去找到 然后有出了一本书 叫做 浪费时间的日子 你们应该找不到 因为是电子书 然后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环岛过程当中 对很多 就是被自然建筑来启发 因为 我想我们都是 就是 那时候他们 他一句话就是 小鸟都会煮草 然后我们 我们人类好像因为 现在的 细化分工 好像不会 自己创造东西 所以我对这个创造非常地 在这个旅途中 非常地感兴趣 好 这个是 后来在 后来的环岛 我前面一年环岛是 就是 所谓的跳点环岛 是不是说 不是有规划 就是 我可能今天在 宜蘭 然后后来宜蘭的朋友 告诉我说 南投不错 然后我就去南投了 就是我的环岛方式 不是有规划性 我是下个旅 就是在那边 有个旅行的朋友 他会告诉你说 好像可以去尝试什么 那我就会去尝试 那所以我 我第一年的环岛 都是 就是跳点 然后后来发现 好像 在一个地方 待一个月不够久 所以后来 这个是宜蘭南澳 它刚好是 原住民的传统家屋 它大概盖了 大概快了 快一年吧 然后我就待到那边 快一年这样 然后 那你知道为什么原住民会生活吗 有没有人 对 他们是有 我就说 为什么要用生活这件事情 有些人说是熏房子 让房子比较 因为他们都是 你看都是用自然建材 都是木头 石头 还有一些石板 所以 然后这个房子 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是什么 这是半屑居 知道半屑居吗 就是上课上过 可是都忘记 没有 他房子是往下盖的 对 他说风来的时候 比较温暖 但是其实一样冷 没有 但是我是 我是就是参与这个 他们这个整个 部落盖房子的过程 然后了解到 就是我可以动手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就是 这个 这个博侃也是 一颗一颗慢慢叠起来了 那个 现在腰不好 就是因为 以前太认真去跌波坎 好 然后 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回到苗栗嘛 刚刚讲说我从 五万块花到还剩五万块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做第二个梦 因为第一个梦已经做完了 还有五万块 那就来种田吧 然后种田的之前就是 就是开始盖了一间 那这是在一个公寮的下面 然后 因为我太太刚好去 就是学习完 去泰国 学习自然建筑 怎么做 做土砖 这样 然后我们就想说 我们都一直听老人家讲说 住土房子好像不错 对不对 我们就来盖一个吧 所以刚好我们朋友这个农场 它有空间 然后就让我们 从零到有的 这样子盖 这大概盖了也是半年 这样 但是不是 不是每天盖 就是假日班 然后其他时间做农 这样 这是我的田 我种 我现在大概在苗栗同楼有种八分 其实我是小小农 就是一般的小农 我也种不多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种田的历程 苗栗知道 大家应该有听过什么最多吗 就是 很多动物最多 石虎有听过吗 对 今天影片也会给大家看到三秒钟这样 诶 这什么 我按到 对 那其实就是 这里面记录了我在苗栗的一些看见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这是我的稻田 还蛮漂亮的 是一个扇形的方式 那 其实一开始 我来到 那个铜锣找地的时候 我是问老人家有没有地 老人家就拿棍子打我 为什么 他说 回工厂上班 就是 他 就是我觉得 可能工厂需要人 但是 田里也需要一些人吧 对不对 总不能 全部人都去工厂 那田里没有人了 那 那个 好吃的食物要怎么 人才传承种下来 所以呢 然后我就来种稻 其实我一开始 不是种稻子 我一开始是种豆子 结果 都是被鸟吃光光了 然后老人家就说 你这个 这个田地因为 没有 没有种过稻 所以不好种豆 所以我才开始种稻 那一开始种稻 也不是那么好种 就是 我一开始种完稻子以后 那个米是黑的 就是被风吹到黑黑的 然后 我的朋友就问我说 你是种黑米吗 那个黑米要怎么买 我就说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但是 就是也是从 比较 要怎么样 这个过程 也是非常的 很多次的实验 好 这个 有大家看过吗 胡寿罗嘛 有没有很像桑胜 其实 这个 这个讲个笑话 其实这个跟 那时候 那时候桑胜的残忌 就是我刚插秧的时候 然后桑胜就会一堆 那 胡寿罗 我们 就是刚插秧完 就是会遇到胡寿罗的问题 然后 很多 会很多 这个是剪了一个下午 大概 大概 二十几斤吧 这样子 剪了一个下午 那胡寿罗 我们要怎么应对 你知道吗 那时候自然农法是说 用水位控制 就是把它放很薄薄的一层 但是 其实说真的很难放薄薄的一层 因为机器打过后 机器不可能 它说 你又不是盖房子 你打田不可能很平 所以 那个田都会 这边高 那边滴 所以滴的地方 都会积水 积水 就会 我们就放这个 这个叫做 豆渣 或是 或是 粗糠 粗糠 米糠 让 胡寿罗 看到它都会被吸引过去 就都会吃那个 它的那个 米糠 好 然后 这个又是 我们浅山的另外一种虫 叫 妇尼虫 它就是会把叶子 吃的这样子 一栋一栋 但是它会让 稻子长慢一点 但是还是会长大 那 其实这个道理 我常常会 就提醒我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是 植物界里面 吃 吃叶子的是害虫 吃 会吃肉的是 异虫 听得懂啊 就是 那个 蜜蜂啊 螳螂 它们是异虫 但是如果 它像这个 妇尼虫 吃 吃我的叶子 它就是害虫 好 所以 那个 我的田里就是 没有放任何药嘛 然后 其实很多时候 那时候 擦完秧 人家就说 擦完秧就好啦 你还要干嘛 这样子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现在种田只要三通电话 第一通电话打田 第二通电话擦秧 第三通电话收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们 打完田 擦完秧 就下 除草剂 然后 真的就是蛮干净的 我到 前几天都还在除草 我每次都看 哇 它们的田怎么那么干净啊 草都长不出来 然后我每次很累去到那个 掌握店 它就说 哦 草长不出来的东西 你敢吃吗 然后我想想 可是 大家都在吃啊 因为其实我们很少去注意 我们食物的问题 那 我们刚才讲 就是 我擦 擦药丸 就开始 管理田嘛 就是开始 呃 开始用那个 粗糠来抓福寿罗 然后 用扫把 把这些 富泥虫 把它赶走 那 这个 不是我养的 它是 它自己来的 对 它就是一些野鸭子 对 它 它会帮忙吃 一些田里的 呃 福寿罗 然后它会大便 然后就让我的田变得 有 比较有机 这样 就是有机啊 自然的 没有 这是真的啦 当然这 因为这块田蛮特别的就是 它都 它其实就是 就是 让我学习到蛮多事情 像 那个 我有一次 就是 骑进到田里 就看到一只大老鹰 真的 就是在你面前 就这样 打开翅膀 然后慢慢的 飞过去 我就哇 就是 田里会让你感到 哇 那个 好像 现场的discovery 待会我们也会看一下 哦 这个是 昨天 昨天拍的 要 怎么play 诶 他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啊 这个不是昨天 这是之前拍 这是财官龜啦 然后它是一级 一级保育類的一个 动物 然后它也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一天我在割草 就忽然 因为我的田都是 就是几乎没有石头嘛 就是打一打 ㄎㄧㄤ 唉呦 怎麼有石頭 怎麼好好的有一顆石頭 诶 那個 是一只财官龜 那财官龜 其實以前跟 我們有 農 農人有息息相關的一個 共存的一個故事 但是我不知道這什麼故事 這個是憋啦 然後 然後 因為 不能播放沒關係 都大概講了一下 他好像在 要生蛋一樣 所以他那時候在 在田裡這樣 一直挖 一直挖 我 我有拍到 但是 不能播放 然後這個是似乎 看過了齁 就幾秒鐘而已 那這不是我拍的 這是 有去申請那個 紅外線相機 他拍的 他拍的 那這個是什麼 大家猜一下 有看過嗎 這是十線矛 對 十線矛 然後 再來看一下 這個 這有看到嗎 蛤 不是 白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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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一條 白鼻心 我們這邊有佑歡跟白鼻心 他們的差別好像在尾巴比較好認 好 就是剛剛那些動物 在晚上的時候跑跑跑跑 然後道指就這樣慢慢慢慢的長大 然後 所以 就是在收割前 我都會辦一個音樂會 就是感謝大地給予的之論 那也是 去一些部落學習到他們就是感謝這樣 那其實 那邊的人會說 種個田而已 幹嘛還要去辦個音樂會 我說 對 那其實我是以感謝的心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那個種田的過程 種田的過程其實就是剛才講嘛 裡面除完草 外面就長草 外面除完草 裡面就是長草 就是一直這樣 就是一直這樣 反覆的 然後最後道指就長了 所以對我自己而言就是 很感謝這些大地的給予 那其實常常 那個種稻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在田裡工作 那老人家就看 欸 怎麼有人在田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 他們都撒藥 根本不用去田裡 所以他們根本 他就非常好奇 他說 為什麼有人要在田裡 對不對 然後我就是想說 我就跟他說 就是沒有用藥 然後他就說 你這長得出來嗎 他說 他說 每次 他就會經過 他說 阿成 可以下肥了啦 然後我說 喔 喔 因為他們 就是 他們會 照他們的那個 固定的SOP 就是 OK 插陽十天下一次 然後 出睡前下一次 然後收割 然後再下一次 反正就下三次就對 所以他看到 稻子不夠綠 就要你下 但是我都沒理他啦 因為不是他的田 是我租的 那其實 我 種的好像感覺也沒有比較差啦 產量可能沒有盥形的那麼好 但是我自己覺得還可以 那我覺得最大的元素是水 就是 水它 一直灌溉 然後 土地濕潤 然後 讓土很軟 它的根就可以 往外扎 那 其實每次 踩到水田裡面的時候 可以感受那個根 你知道 然後 它這樣 在裡面 那種 那種 斷掉的那種 張力 好 這就是要收割錢 然後 我的米這樣 對 這就是第一屆 第一次 那時候有學口琴 現在也是有 然後就邀請口琴班的 大家來 田裡 吹吹口琴這樣 就是 就是感謝 大帝給予我們的這一切 這好像 越來越多人對不對 後來不敢辦了 沒有啦 今年還是會辦 所以 有興趣還是可以來 對 然後 然後 第二個就是要講 稻草到生活的應用 那時候我在環島 就是 特別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 撿垃圾 知道嗎 我常常去淨灘 去幫人家撿垃圾 然後我就思考說 撿垃圾 好像 沒有辦法改變 垃圾的生產 對不對 就是 我相信有一句話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們要給後代一個美好的環境 但是 這句話是 環島的時候有一個小朋友跟我講 他那時候好像才十幾歲 我就想說我十幾歲在幹嘛 他就說 我們 嘴巴講得很厲害 可是 出門 吃個早餐 一個袋子 然後再一個袋子 再一個袋子 所以 垃圾 塑膠袋很多 然後垃圾也很多 那 我就想說 如果我們做草鞋 或是做一些 稻草的應用 是不是可以從 生活上減少垃圾 所以就是會在 各個地方開草編的課程 可以減少我們的垃圾 所以 對 這是其中一個是草鞋 然後 欸 他怎麼跳掉 然後這是豬 三隻小豬 那時候剛好豬年 就是做 做那個豬 在一個國小做 然後 這個是今年龍年嘛 就是做一隻龍這樣 就是其實稻草 可以應用在生活很多地方 那我知道這些文化其實 還蠻多半都是從 日本那邊來的 對 就是他們有保留這個 傳統文化 台灣 還蠻可惜的 就是 好像比較少人會去 注視這個 好 然後他還可以做一些墊子 然後 格勒墊 炒鞋 這樣 然後 這就是 喔 還沒有介紹我的米 還講那麼多 都沒有講這種 我的米是 仙道 就是 長米 然後 大家喜歡吃的是糙米 然後 他就是 像以前人 像 長米 知道嗎 長米 長米 就是 要怎麼講 就是他 人家說炒飯很好吃啦 就是隔夜炒飯 然後有個香氣這樣 那就是如果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 大家都成為土地的一份子 不一定是支持我 我覺得是可以去思考說 欸 我們 我們可以對未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 就是 就回到剛剛那個小弟說的 就是我們 如何減少垃圾 然後如何幫助這個環境更好 現在 先來搓草神 大家有看過稻草嗎 有喔 我怕忘記啦 所以今天帶來給大家 那 欸 你可以先拍這個 就是 有些人可以先拍照 怎麼用 我看一下喔 就是最前面 我 因為 因為今天很多人 所以我 我有拍那個講解動作 在這裡 如果你有 手機的話 幫我先拍一下 就可以看一下 喔 這裡也有影片喔 欸 也可以啊 我用現場講的好了 就是 基本上就是把稻草噴濕 但是不用很濕 然後 稍微吸一下水 然後 分兩等份 第一等份 在中間 然後 第二等份 在尾巴 然後 手 就是平行的 搓下去 對不對 往前搓 然後拿前面那一把 大拇指勾前面這一把 完畢之後 這個我們的動作 因為 這個動作叫洗手啦 這個我們在搓草神的時候 然後 會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草神 其實就是 以前農村 他們在做草鞋 或是 在做一些編織的時候 都會用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會用 然後 當你會 我們叫這個動作 要洗手 當你會洗手以後 我們就用 把腳把它夾起來 用你的腳夾起來 然後第一把在中間 第二把在尾巴的部分 第二把在尾巴的部分 這比較慢喔 然後就往前搓 抓前面這一把 拉開喔 嗯 腳要拉開 腳要拉開來 這樣拉開來 再一次喔 戳 這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到前面這一把 就是 每個人都說蠻簡單的 就是戳起來不簡單 所以其實 其實給大家 給大家體驗看看 就是 稻草可以做一些什麼應用 那就是好玩啦齁 今天好玩而已 就是 難得可以把 稻草給大家體驗這樣 這邊拉得越開 它的那個結會越好看 戳 拉開來 戳 拉開來 那知道這個原理嗎 要不要講解一下 拉開來 就是 它其實就是 手往前戳的時候 是逆時鐘 然後拉回來 是順時鐘 就這樣 逆時鐘 順時鐘 逆時鐘 它就會變成一個 草神的樣子 那這也是 最 最好大家認識 因為 其實 大家 應該很少去田裡吧 就是 跟大家一樣 跟那些老農一樣 他說 幹嘛去田吧 好 就完成了一條繩子 當你手放開來的時候是 當你完成的時候 手放開是不會鬆開來的 然後順著它圍成一個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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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開始扭起來 它就會開始扭起來 看到一個圈圈 這樣子 然後 我們只要拿 一點點倒數 這是 等一下 幫我看一下 因為你們等一下要這樣收尾 這邊 就是它 打一個圈圈會拿兩三根 然後 繞一繞把它塞進去 繞圈圈 繞兩圈 一 二 繞兩圈 這個星空環可以幹嘛 知道嗎 這樣子 可以插花啦 或是一些聖誕節 或是 我們今天是做小的 有興趣可以做大大的 它可以做 有一些人喜歡插花 還是什麼 然後它就可以做一些 那個應用 然後最後就用你的剪 我有帶剪刀 然後稍微修剪一下 這邊的部分 這樣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可以 雕一些花式 一些 一些 吉祥物 阿成你好 我想請問幾個問題就是 你的田大概只有八分而已是嗎 對 八分 八分已經可以養活你一家子的日常了嗎 所以我們就是 算是 節省開橋 OK 我只是覺得從你剛剛的分享裡面 你應該是從那種 影像工作的那個專業的這個學校畢業 從你環島的那個過程裡面 尤其是你參與那個建家屋那個事情 你有透過一個影像去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個我認為這個 就是一般人的那個攝影的手法 或是拍攝影片應該不會比你更專業 我只是覺得 現在人流行斜槓 那這種事情其實是 是你 你已經不是那種一般朝九晚五那種生活方式 其實是你可以在 在你生活裡面去把它記錄下來 目的是 就像 讓更多人知道 你對田地是友善 你對食物是很友善的 OK 那第二個是 你從那個開始種 是黑色的米 到今天 連我們的介紹人都買你的米 這個過程裡面 你大概 花了幾年 那有沒有 這些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 因為 我看了很多 所謂的有機 可能就是利用那種生物農法 就是 生物防治法 比如說 押間道 或是有一些 友善土地 友善生物的方式去處理 那 剛剛只有半個小時 所以一直沒機會聽到你在這個部分 那 那 那 好像要專心回答 好 我種田 大概 六年 六年 那 前面其實都種不好 那 又是剛剛講的 種成黑米 然後 種 然後 後來 就發現 就是其實水 非常 真的非常重要 然後 要怎麼把田灌滿水也很重要 因為我在 我是在山區 我不是在那個 一般所謂的 就是做好的溝渠 像 它那個 灌水 可能 就是一般外面的溝渠灌好水就很快吧 可能他們就說一兩個小時就灌好 那我們不是 我們大概灌一分地大概要快要半天左右 對 因為其實 水 都會漏掉 你知道 因為一個田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把水裝滿 所以我們 呃 我的方法其實就是 不斷水 就是水 水 水一直給它灌下去 不要 不要省這樣 以前會省啦 以前會 就是 欸 灌一天 然後停個兩天 就 好像就不行 那地馬上會 裂開 然後 種田其實就是 其實後來真的是 稻子比較簡單 那 它 它 它只要有足夠的水 它就可以讓根氣發展旺盛 那 你剛剛講的什麼 壓尖道 什麼 可是 呃 剛剛影片有講 有 有看到就是 其實 那個 我是靠就是 就是 沒有 沒有用任何藥 其實動物它自己會來 那 如果要用壓尖道 它的成本也會 對我來說比較高 它要把 田的四周稍微 做一些裝置 因為 狗會衝進來咬 野狗 對 所以 所以我沒有選擇用 壓尖道這件事情 那 我還是堅持就是用 呃 友善 那一般種田就是 30 知道稻子幾天嗎 收割 4個月嘛 30 60 90 120 所以30天的時候 就是 剛擦完 夭苗 我們就是不斷水 就是水一直灌 就是 我有 八塊田 我就一直輪流 一直灌水 灌到滿 然後 輔瘦的問題 就是 用那個 痘渣 或是 查破 然後 然後 它就會分裂 它就會長 本來 插下去大概五六根而已 然後就會開始變成 15到 20根左右 然後 那個水 就一直輪流的灌 然後那個 到 到 本來就是五六根 然後就會越來越大 我們叫所謂的分裂 然後 分裂完之後 它就會抽膏 所謂的 要準備灌漿 這邊我們都不能停水 那其實在一般操作的話 大概六十天就要斷水 就是 就是 六十天以後 它要 讓那個田塞的裂開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一般 我們剛才前面講 一般會 下所謂的肥料 那肥料就會讓 這個稻草長得非常快 跟旺盛 那 他們就要 靠所謂的曬田 把根曬到斷裂 然後 讓 讓那個 讓那個 根斷裂以後 那個 養分才不會 分散太開 然後 之後就開始灌漿 就是 會 稻子會抽水 抽水之後會 灌漿 灌漿那時候 最有趣是 有蜜蜂來 有 有看過蜜蜂嗎 就是 稻子會在 蜜蜂那邊這樣 很有趣 然後最後 最後一個月才 斷水 然後就可以收成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然後 然後就可以黏密 收割這樣 還有問題嗎 欸 我 我應該都回答 回答完了嘛 還是 還是沒有回答完 應該都回答完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我感覺啊 你是 好像是從 從無到有 然後是自己的興趣 那 你這樣子做的過程中啊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去什麼找資料 還是怎麼樣 還是就是 你是一步 慢慢自己摸索 或是聽人家說 還是怎麼樣 然後慢慢的累積成 你最後的成果這樣 的大概一些 嗯 你怎麼獲得這些知識啊 是從你的經驗 還是 哪一些資源之類的 OK 其實 一開始 也 我到了 是一個農場啦 就是 那時候在苗栗 銅鑼有一個 蓄圓有機農場 然後 他那時候就好像 有一群人 四五個 那我們就會一起 就是 其實我們都有各自的田 那我們會 就是各自討論 那我其中跟一個朋友 他就會 一直討論 像 像那個 我們 水田大概 在 剛擦完秧 十五天 就會 水田出草 就是 就是 這個經驗 都是 累積的 然後 只要 只要今年做不好 明年 就會來改善 像 田裡 你可能看不到 就是 今年 這兩年都有發生一個大問題 就是 水灌一灌 然後 那叫什麼 潰堤 整個就 崩掉 然後水就 因為你剛才有看到我的田有沒有 是階梯式的 然後 就整個 崩掉 然後破一個大洞 然後 所以 然後也是朋友 教我們怎麼 就是 疊 疊沙包 然後把那個 田弄起來 這過程中 是有 朋友去 去 push我 然後 也在 每一年 因為其實 重道只有一次 然後在這一次的經驗中 不斷的去 改變 然後 才會到 做到現在 覺得 比較順的感覺 對 可以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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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直 討論 然後 然後去 改變 做法 就是 每一年的做法 都不一樣 像 其實我和田 最多就是 那個 雜草 就是 因為我的田是沙地 然後沙地其實 在打田的時候 很難把那個 雜草壓掉 然後其實擦完一樣 馬上就 長起來 我好像沒有那個照片 就是蠻恐怖的 我不敢 我不敢拍照 他其實擦完一樣 大概 五天到七天 他的田 滿滿的就是 細細的那個 又發出來 所以 我們在 擦完一樣的 十天 十天內 一定會 用那個 水田除草機 去走一次 然後 這樣子 就十五天 三十天 四十五天 都是 一直除草 然後 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田裡 才會慢慢的 比較茁壯 然後也是因為 朋友的這樣分享 不然我以前真的也是 水田除草機 知道嗎 就是一個除草的機器 然後我以前是用跪著 後來 後來發現 不行 跪著大概 一天 一天除個七八行吧 然後 然後腰很痠 然後那個水很熱你知道嗎 就是雖然一直灌水 但是太陽曬下來 然後你的背是熱的 然後那個草都是熱的 所以就是 冷熱冷熱 然後後來我的手也 乾裂 覺得還是用一些機器 所以 不是說一步就可以到 然後就是 也是不斷討論 然後 其實做田 不但要會 水電 還要會抓漏洞 知道 知道什麼是抓漏嗎 就是 剛才分享 就是你看田 就是有時候像這樣子 看起來是好好的 可是水就會一直從一個縫出來 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你就要開始 開始 開始拿那個 或者是用反向 去看水從哪裡出 然後一直踩一直踩 那才會把那個田梗 把它做好這樣 大概經驗是這樣 就是 共同的經驗 然後累積起來 對 沙土 沒有 其實什麼土都可以種到 什麼土都可以種到 就只是 我們種 種東西就分沙土跟黏土 沙土就是排水性快 黏土就是保肥 就是你肥料撒一點點就可以 保很久 可是很濕 它在保 保 保水性比較久 保水性比較久 不是不是 它是說種東西分 我是說種東西像 有分黏土跟沙土 對 對 我的田是屬於 靠河堤 所以比較沙的土 對 如果要參辦要花錢 要花怪獸 那不少錢 對 大概是這樣 謝謝楊老師跟我們分享 您種田的心路立正 那想要問一下 就是剛剛您有提到 您有跟原住民去參考一些 他們在蓋房子也好 或者是他們一些生活的方式 那您是怎麼樣跟他們接觸的 是怎麼樣因緣際會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您在種米 那個是選 是選用什麼樣的 那個稻子去擦樣的 因為米有很多種 所以您是選什麼樣的 在您的沙土上種植 謝謝 今天來的都比較專業 好 其實跟原住民接觸是 我覺得我自己本來就很喜歡原住民文化 那一開始換工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機構叫Woofing 它就是全台灣 大概有一百多家的有機農場 那你只要繳一千塊 其實就可以進去 然後我就是選定幾個部落 然後就去 那這個部落去完 因為它就會介紹奇人意識給你 然後你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然後就可能從這裡會跑到另外一個部落 然後再跑另外 所以其實去部落就是 真的就是一開始找定一個 可能部落農場 然後它就會介紹你 然後轉出去 那第二個是 因為我在環島過程中 都是學習種那個仙道 仙道知道嗎 就是我們台灣有分 再來米跟蓬萊米 那仙道屬於再來米 就是人家可能說做貴 但是它改良過 對 那它其實就是 災種上比較野 所以我選擇仙道的品種 那它其實不管什麼土質都可以 對 大概這樣 其實二期我在那個 比較多在推廣草編 然後做那些 種綠肥 綠肥有 有種綠肥 就是其實因為二期 第一個是我米 大概一年 這種一次才賣得剛好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大家剛剛很想要知道說 八分可以賺多少錢嗎 對不對 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果賣完米 八分大概一分可以賺兩萬 所以八分大概十六萬 就是 十六萬是扣掉成本的 對對對 大概就是這樣 那一個月有 反正 然後其他的就是靠 去外面教學跟打雜 對 那其實我想要 對不起啦 先生 我先 我其實一開始進入這個種田是 自然農法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 牧村阿公 就是一顆蘋果的故事 那我也看那本書非常的感動 他就是 他就是日本的一個村 然後他們都是種蘋果的 然後他娶了一個太太 那他太太就是不能用到藥 他一用到藥 他就整身就是過敏 然後不舒服 那他 他老公為了他太太不用藥 所以他就 他就做了很多實驗 然後其實他就堅持不用藥 大概十幾年了 那其實這個過程非常辛苦啦 就是 因為 沒有用藥 其實蟲就一直來 然後 他 最後 十年後 他就受不了 要上吊自殺 然後他就發現 他要上吊自殺的時候 去哪裡上吊自殺 知道嗎 他去森林裡面 結果他就發現 土壤怎麼那麼肥沃 那他就忽然 聯想到 要種好的東西 是要養土 所以我大概 半年的時間是種 綠肥 把那個肥力養回來 大概是這樣 好 我想請問一個 你有沒有試過這個方法 就是 我一直很期待去睡一床 是稻米 稻梗 鋪著床 但是 我問了很多民宿 他們都沒有這種床 他們都是很豪華的床 那我的idea是 如果你想辦音樂會 那可能 可能晚上發一個文帳 然後睡在 稻田的那個床 稻梗的那個 那個床上 應該是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那 那比較終極是 你們收下來的稻梗 會去做一些 什麼樣的運用 比如說像你的草繩就是 那其 那其餘的部分會怎麼做 謝謝 其實因為稻子 我說真的是 它有一個難處 有些人會怕那個 會怕那個過敏你知道嗎 對 所以其實稻子要處理得很好 像所謂的榻榻米 他們都會把它 就是把稻子壓死 所以稻子 不過你的提議很好 但是 那個稻草要 可能要放一年這樣 因為 今年的還在田裡 還沒收割這樣 那 稻草應用就是 就是 比較多在分享課程 然後 還有 就是 那其實也是會 拿來種東西 大概 就簡單的 一些應用這樣 好 那就 來動動手 對對 一個人一把 好 好 現在拿到這個稻草 先聞一下有沒有 發美味 不是 有沒有草味 這個稻草 放 大概曬三天 然後之後我們就陰乾 對 那如果真的下雨 我們就提前受 也是陰乾這樣 然後 我會先講解 再聽一次 搞不好現場比較好聽 對不對 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用的時候 手要噴濕 就是 會增加它的那個摩擦力 就這樣 這樣噴一下 這樣 這就是有濕的 看得到 亮亮的 有濕的 然後 等一下 沒關係 我先講解完 我很快 然後等一下我們先練習洗手 知道嗎 把它分兩等份 把它分兩等份 然後一等份在手掌心中間 一等份在尾巴 這樣 這樣 手 手跟腳盡量都貼在上面 這樣 聽得懂嗎 這樣 不要這樣 這樣不好做 這樣子 看得懂嗎 貼 貼在你的腳上 然後 手往前 大拇指勾前面那一把 好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 OK了你們手就可以噴水 對不對 我只是先講解一下 你們都有水喔 然後你們先搓看看那個感覺 讓那個草搓動 一把 就是你把它分兩等份就可以 好 現在要分享一下幸運環的分解動作 首先拿一把稻草 那如果身旁有水的話 你可以稍微噴一下 讓它濕潤就好 然後把這個稻草分兩等份 好 然後呢 這是左手 左手的手掌心有一把 然後 左手的尾巴也有一把 就講兩把 平放 這樣子 動作一 對不對 往前搓 動作二 大拇指勾前面這一把 完畢之後再捲起來 再一群 一 一 一往前抓 這樣勾 起來 那你覺得這樣很順 這個叫洗手 洗手姿勢做很順就可以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會用雙腳把它夾住 夾住 然後分兩等份 第一把在中間 第二把在尾部的地方 第二把在尾部 這樣 然後 戳 抓前面這一把 拉開喔 齁 慢一點沒關係 搓 拉開來 再一次搓 拉開來 再一次搓 拉開來 搓 搓 搓 拉開來 搓 拉開來 搓 再看一次你們 搓拉開來 搓 拉開來 搓 拉開來 搓 搓 拉開來 齁 你要把動作做的順就像這樣 來 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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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開來 接下來呢 把它順成一個圈圈 順的時候有一個方向 那是 往自己 往自己脫 往自己脫 大概脫兩下 它就會開始扭起來 成了一個圈圈 這樣子 這樣子 好我們只要拿 一點點稻草 我們只要拿稻草 剩下的對不對 繞圈圈 一 一 二 繞兩圈 然後 塞到這個裡面 這樣子 扭開來 塞進去 然後 最後 最後有鬚鬚的 有些 剪掉 然後 這邊的部分 就剪斜斜的 這可以 雕一些花式 一些 吉祥物 這樣就完成一個幸運環 那今天的講座呢 就時間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今天的講座